好多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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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一龙 我先捡他 放下 放下 拿过来 都算了 启禀万孙爷 此人是南苑王安插在京中的细组 你 尽快 在这儿 这儿 我先捡你 颖 礼 礼 朕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朕能保护你了 只有朕可以保护你 万岁月 朕能保护你了吗 朕能保护你了吗 万岁月 杀了就杀了 不碍事了 莫说是一个小小的戏作 就是那些个亡孙贵胄 天子杀之 那也是他们的福分 朕能冤枉苦事单单 看来阴龙待在宫外 并非万全之策 阴龙 等你伤势痊愈 就随朕 一同回宫 收封吧 万岁月 如今朝局纷繁复杂 你不招一处 恐怕朝中会有微词 萧长义 这一点小事 于您而言 还不好办吗 只要使点手段 给娘娘换个身份 遮掩一下就过去了 在宫外这么短的时日 娘娘就受了重伤 可见只有娘娘 回到万岁月身边 娘娘才是最安全的 可是 萧长义 此事 朕亦已决 娘娘伤势严重 还请万岁月准许奴才 将娘娘带回府诊治 不必了 朕会亲自送 你就别跟着了 朕 要你办一件事 过去呢 是朕太过仁慈 就让那南苑王 肆无忌惮地 在京中培植找牙 朕要你即刻去查出 在朝中哪些大臣 与南苑王交往过密 朕要他的党羽 一个都不留 那我才遵旨 来 到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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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留 到夜中 一门 下半夜中